这是这是一个 内衣内衣啊 是的那我还能拿吗 可以呀 没有确定 我ет证 我对你 好 不好 证 我的 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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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看到之后声称 我劝你赶紧扔掉 这话的出现 让女孩一时间愣住了 就是一个肚兜而已 怎么还要自己扔掉 随后专家解释道 你这可不是简单的肚兜 首先在我们日常 所看到的电视剧中 应该不难观察到 他们所穿的 一般都是红色的 但是你今天带来的这个 却是蓝色的 这种颜色的肚兜 在历史上非常罕见 其次上面的绣花 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一般都是牡丹 菊花 一些大气的花 而这个肚兜 不仅四周 修满了各种的花花草草 上面还有一些 玩游戏的小人 与其说是一件肚兜 不如说是一件艺术品 从刺绣的工艺上 可以看出来 这肚兜的制作 花费了不少功夫 听到这话的女孩 表现得十分开心 看来自己这是 买到好东西了呀 那为什么之前 要让自己扔掉呢 随后专家又说 但是这东西不吉利 不吉利 女孩听到这话 十分的诧异 随后专家又问道 这肚兜你没有试穿过吧 听到这话的女孩子 一瞬间红了脸 不好意思的说道 本来自己刚买回来的时候 是打算放到那收藏的 但是我老公说 既然花了那么多价钱 买下来的 那不如试穿一下 看看效果 看到老公满脸期待的样子 自己也不好意思拒绝 于是就穿上去试了一下 倒也是说来奇怪 在自己没穿着肚兜之前 还没发现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就试穿过那一次之后 肚兜的颜色 好像比之前变得更深了 刚开始的时候 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之后老公也给我说了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 这肚兜不简单 不过对于这些事情 我也没有多想 我就试穿了那么一会儿 应该没事吧 专家回答道 向古玩市场逃来的东西 一般都不知道来源是哪里 不过如果是短暂的试穿一下 也没什么事情 以后还是不要这样做了 毕竟如果这真的是百年以前的东西的话 那很难说 是不是从古墓里面挖出来的 听到专家的话 女子脸上的笑容 一时间呆住了 经我坚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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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